来关注我国的疫情进展 我国今天新增4782宗病例 写下了4个月以来的新低记录 那轩人比起之前 每一天万万宗的单日确诊 我国目前的疫情已经是明显趋缓了 那是为了防止疫情因为选举而大爆发的情况再度上演 卫生部长凯里昨天就宣布 从今天开始到11月27号 禁止一切与选举有关的解惠 但是这一项宣布就立刻引起了各方反弹 竞选门2.0今天发文告批评 禁止在周选前后举办群聚活动 就如同是压制民主制度 是变相抑制所有候选人 在竞选的时候表达自己重见的自由 同时也剥夺了选民在听闻候选人言论之后 做决定的权利 竞选门2.0认为 虽然这一项选举防疫禁令是针对所有的政党 但是因为官方媒体 他们一般只关注执政党的活动 同时也会大肆渲染反对党的失败 因此会营造出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会降低选举的正当性 所以他们就呼吁凯利要重新检讨相关的禁令 并且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 以保障各党还有候选人 在竞选就是选举期间的权益 而周选期间 不准竞选集会和社交聚会的宣布 也引来了朝野议员不满 他们纷纷在今天复会的国会议会当中 要求政府重新检讨决定 公正党国会议员赛夫丁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辩论废除紧急条例议案时批评 政府为马六甲周选提出非常严格的SOP 不能举办挨家挨户败票 举办讲座 却鼓励候选人通过电视竞选 似乎是在制造不公平的竞争 不只反对党 就连巫统自家人也看不过眼 巫统奔政国会议员阿穆马斯兰表示 马六甲周选的SOP太过严厉 让他无法接受 阿穆马斯兰促请政府重新检讨 周选SOP 允许举办小型聚会或掩护败票活动 让政党有机会与选民接触 阿穆马斯兰促